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斌 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参加这个电视剧《五十郎》的新闻发布会 那么这部剧啊,可以说是云集明星大腕,星星新秀了 三十集电视剧《五十郎》的将于一月的三十一号在我们北京电视台第二号节目 也就是文艺频道的黄金时间播出 那下期呢,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剧 是一部宫府喜剧片 这故事呢,主要是讲述的这个明国初年 武术明家,武丁当和这个夫人啊,生了九个女孩 那么到生第十个孩子的时候呢 这个吴老太太就想给这个丁当在纳妾 所以这个武夫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呢 他就这个暗地里买通了这个这个接生活 把这个孩子呢,就说成了男孩 那么取名叫十郎,从此呢,也就有了这个武十郎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呢,从此就开始了 相信大家看这部剧的时候啊,一定会一饱饮福 因为呢,这是一部非常非常搞笑的欢喜闹剧 正好也快赶不过年了 我相信这部剧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喜先的气氛的哈 那今天呢,看到了我们这部剧的主创 来到了这个发布会的现场 我来介绍一下 北京东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红叶潘总 欢迎您 主要演员杨千华 欢迎您 霍建华 非常欢迎你 董雨薇 好帅的帅哥哈 今天呢,大家看到了我们来了这么多这个粉丝团来驻镇哈 可见大家真的非常喜欢 不但喜欢这部剧,而且非常喜欢这部剧的演员们 那我们首先先请这个潘总和大家聊一聊 啊,这部武十郎剧的这个拍摄的前前后后 拍摄这些情况 据说当时好像在颜色的下边非常辛苦是吧 是,潘总 好,同志们,各位媒体的朋友们 那么我在这儿呢,首先代表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感谢北京电视台 感谢所有媒体的朋友来参加这个会 那么东方文化公司呢 大家知道我们拍过天下第一 红火女,绿宝石 竹顶上的绿宝石和武十郎 武十郎在全国播出呢 应该说基本播完了就等不上星 北京台地面应该说是比较晚的一个台了 那么大家能看到这部戏的话呢 我相信咱们记者们如果说对这个剧给予更多的这个导致 全国各地的播出一路飘红了 在这个戏里呢,杨千花应该说保持了他这个 这种清洗剧的风格 在剧中的表演非常到位 他女扮男装应该说把霍建华给弄了一个迷迷糊糊 那么霍建华本身 他是一个非常硬的 有点细路的调整 确实在这个戏里头 他改变了自己的一个风格 大家可以看到另一个霍建华 胡宇威呢在这里头 他全角功夫大家可以看 包括杨千花的全角功夫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对吧,还是蛮到位的 是吧,非常到位的 文化公司拍摄了这部剧 我想北京台有意识地把它放在了一月底 大年前夕来播出的话 它是为了更好的营造这种过年的欢乐气氛 我相信这年来讲 会给广大的观众和我们整个的电视营名前的同志们 带来一个欢喜和惊喜 是吧,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的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这个电视剧的三位主角 杨千花亲自从香港赶过来 郭建华虽然是在上海过来 他也是一位拍戏的奸戏 那么胡宇威呢大家知道也是从台湾赶过来的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也是代表东方公司向这三个主要的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呢我再一次向媒体朋友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潘总在大国年前给我们送来这样一部非常好看的喜剧 那千花呢我们大家认识他应该是读过他的歌声 还有一些电影 那这次拍电视剧好像是第一次拍电视剧了 而且是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打驴了 打起来是否很幸福也不瘾吧 嗯,其实这次也是蛮好的经验嘛 那就是反而就是我在香港有些朋友我老板开完以后就说 其实你可以开始拍你的action film 就是拍你的打戏就可以了 所以希望我在08年可以在香港电影拍 反而就是在那一地开了一条戏度出来 所以我可以有机会去拍给你就是帮你打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是蛮适合在我们的新年上品 因为我觉得当中有几个场面也是蛮有一个过年的气氛 我最难忘就是拍那个是五狮子的时候 那个真的很辛苦 因为那个狮子头很重 我就好像有一条恐龙在我身上 我就背着它的感觉 但是这个是非常有趣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可以背着那个狮子头 在拍打戏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那在这个戏里跟这个霍建华搭戏 霍建华平时是这个偶像剧我们认识他的 那在这个戏里头几乎是导笑的成本比较多 基本上他应该没有想很多了 他老板已经很运突然想了吧 你觉得合作的怎么样跟这些年轻的演员们 反而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跟内逼台 我台湾的演员合作 我自己就有一点点的心理负担 因为每一个人的演戏的习惯都不一样 然后你知道文化背景不一样的时候 可能你在讲对白的时候 你的节奏也是需要很配合 特别就是喜剧这样子才好看 但是我发现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很 就是很努力去把它演好 所以大家都是有兴趣演到一套电视剧 所以就反过来拍的时候就比较快一点 然后也是很快就有一种默契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吧 那个牵涛在日记里头这个特别搞笑 跟你平时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吧 都是有一点点感觉 但是我想戏里面的角色 可能就是给我更多的欢乐在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可以比较方便一点 影响我们就对我们自己讲的话不得了 所以没有为了客乱讲 麻的演戏的时候可以就是比较自如一点 那我觉得最难的是怎么去做 就是从男的演去女的那个部分 反而就是演男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自然一点 但我演回去就是 我也不会尴尬了 这就会太大了 所以突然会怕这样去拍桌子 所以那个也是这样一个导演的 就是蛮有趣的很多 就是很开心的 好的 谢谢千花 谢谢 霍建怀啊 我们大家曾经看见过他的这个新鲜少年啊 还有美丽俏佳人啊 好多这个偶像剧都是非常好看的 好 那这次呢拍这个五十郎 对你自己来说 算不算是一种 在这个演技方面的一种转型呢 都算是吧 因为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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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